叫妈 妈 我演好 这小秉太感人了 是 那女的演的多好 那小偷演的好 那中介演的可真不扎地啊 对 她演的最差 老公 我哭饿了 行了 别哭了 媳妇 你看那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看 哎呦 行那想吃点啥呀 给我来个刀鱼 那我得来个红烧肉 再来个素菜 西红柿 炒鸡蛋 那我再整一个蒜蓉西兰花吧 行 坐去吧 我不会 你会啥 我会吃呗 我会啥 吃个饭的 哎 大姐怎么还不来啊 大姐啊 谁知道 哎呀 坏了 人家大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孩子今天开下场会来不了 老公 我饿 哎呀 等会儿 这不是还有大早呢吗 你吃俩大早吧 这都啥时候的早呢 我哪知道上个月就在这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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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啊 大姐来不了 大姐夫一会儿就到 能来吗 大姐夫 能来吗 你喝 我太了解他了 看着啊 我数个数 他接着就进门 三 二 一 进门 大姐夫真来了 来了 来了 大姐夫 哎 咱吃点什么呀 吃啥呀 啊 你看 刀鱼 来个红烧肉 炖成气氧锅 再来个西红柿炒鸡蛋 行不 行 好好好 行 三哥 大姐夫 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我媳妇 我这都饿着呢 你要是饿的话 你过来搭把手呗 我搭把手 不好意思 这房子啊 这房子的首富大头我套的 你让我搭把手就好意思 行行行 哎哎哎 鱼别在屋里收拾啊 到阳台上去 这行不行啊 那你去呗 我 这房子 首富的大头 你套的 你这大头早晚砸死我 二夫二夫妇 小米粒在家没啊 小米粒在不在家 你不知道啊 没在 没在你来干啥 楼下来个生日找范爷爷 这孩子脑子有毛病 家里来人你就领进来 不就完了吗 我怕他是找小米粒的 哎呦 我和你爷爷一样 他专门说他叫什么呀 没说 但他说他叫二狗子 二狗子 二狗子 坏人呐 那个他倒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儿子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到我们家没别的事 就是借钱 借他不就完了吗 借他 你借他呀你啊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 到我们家借好几回钱了 一次都没还过 那咋办呢 那咋办 对呀 老公那咋办呢 我哪知道那咋办呢 你看你平时挺机灵的 我机灵 你看你们家认识这些人吧 来就是借钱 又来了 有了 过来啊 行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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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了没有 好了 好 来来来 我看看 我看看 就这样 哎妈呀 先出门了吧 哎大姐吧 啊 这咋回事啊这是 没走错门 啊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二狗子又到咱们家来借钱来了 二狗子又来了啊 那来就来吧 那咋整啊 来就来 他借钱来了 你知道吗 那你 那你就借他呗 你借他呀 我借他了 我上回借他五百 我还你了吗 没有啊 还是 这回还借你的 你给不给 那你有就给呗 我这反正我就一百块钱 我借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他不要 他借一万 那我没有 没有 你就把他得罪了 告诉你们啊 我做生意的啊 你们都记住了 借钱的人 我我见的多了 来借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不给他 你都把他得罪了 他就恨你 那咋整啊 这么整啊 大姐夫啊 你们配合我啊 今天我让他借不着钱 还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大姐夫我告诉你 你就配合我啊 哎 小千 过来 刚才交代你的任务 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一咳嗽我就进来 好 行动 偷偷必须放心吧 媳妇 赶紧的 把大蝶蝠这鱼给藏起来 哎 快快快 大姐夫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这个人心眼直 你说话 你把不住门 你别给我说漏了啊 那我可控制不住 你就说你牙疼 你说不了话 我牙疼 谁相信我牙疼啊 这也不像牙疼的呀 怎么 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牙疼 来来来来 大姐夫 来张嘴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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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吃 看看 偏了 不好看 偏了 来来来来一个 这边 这 行不行 这像胖了 嗨 嗨 二姐 二姐夫 大姐夫 哎 二狗子 我大姐夫那脸咋的呢 二狗子 他那个 上火了 二狗子 牙疼 说不出话 哎 你那小剧可太好了 这家进大门太恐慌了啊 我发生家真有钱啊 你看这这这这这这 又把你压呀 哎 别做 咋的来 这沙发已经抵出去了 别给人做埋葬了 哎 啥情况这这这这 二狗子 媳妇 你别哭 你哭得我心里老难受了 二狗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欠人家家钱 咱们家还不上了 这不是人家债主 把这都疯了 这家具都抵出去了 这房子也抵出去了 真是假的 咋还假的呢 哎哎哎哎 收拾好呗收拾好呗 有钱还钱没钱搬家 车马上就到了 你把脚给我抬起来 别把我地板给再埋到喽 赞主啊 我说谭家欠你多少钱呐 欠我多少钱呐 三个 二十万 多少钱 三百 二十万 零五百 三百二十万零五百 咋钱那么多呢 是啊 咋钱呢 那老问我呢 不是 我炒股 我怎么容 我没交物业费 你这物业费也太贵了吧 你能具体说是咋欠的不 不是你画了这么多呢 你能替咱们还是咋的啊 瞅你这样就像借钱的 那个 赶紧还钱 这就 啥借的你 我说谁呢 他 穿门去了 你别说话 你牙疼不疼 疼 牙疼不能说话 你看着他这 二狗子 爸妈 穿门 是穿门 不假 穿门挨家挨户 借钱去了 大姐和小米呢 穿门去 别说话 他们也去 借钱去了 那你仨的 没出去借钱呢 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得走不动道了 这样 铁一会儿 我跟你们买点吃的去 谢谢 谢谢啊 男友在哪里 你能买吃的 男友在哪里 我对我牙疼不疼 我跟你说 家里有 就这情况下还有吃的呀 有 有什么有啊 有什么有啊 人家二狗子都看出来了 家都这种情况下 还能有吃的啊 你看着他这 能不能不说话 鸭疼你还说话 二狗子 大姐夫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你大老远来的 怎么能让你出去买吃的呢 家里有啥就吃点啥吧 哎呀媳妇啊 那个端菜 好嘞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吧 坐吧 哎呀 哎呀 别坐了 咱蹲着吃吧 啊 蹲着行 来大姐夫 蹲蹲蹲蹲蹲蹲蹲 看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哎哎哎 媳妇 大姐夫都看半天了 别管他 喝肉死他 给我 那个 二狗子 给啊 哎呦 你是客人 这半老大的是你的 这半老 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哎呀 不还钱 还有脸吃馒头 还有海心 还钱 二狗子 二狗子 别捅别捅啊 没事 家里还有吃的呢 那冰箱里有吃的 有什么 有吃的 啊 有吃的呀 冰箱里有糕点 啊 大姐夫 啊 你是让我想象吗 哈哈哈哈 这蛋糕好大呀 不是 那那那冷库底下有肉 哈哈哈哈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的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都过成这样 一样来的 那欠欠欠啥事都还上呀 哎呀 我告诉你二狗子 哎呦 咱们家是要脸面的人 啊 欠钱不还 那那那那那 那不是我们家干的事 欠钱不还 你不脸红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欠钱不还 你还是个人吗 哈哈哈哈 欠钱不还 真不是人的 你咋那么傻呢 他说你呢 我你没听过来吗 别说话 他说你起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们呀 实话你来借钱 他们骗你呢 哎 跟你演戏呢 我也跟你演戏 你看我这牙 嗯 你看 把牙子都突出来了 啥眼神 咋扫糊 跟你演戏呢 大姐夫啊 你咋能这样呢 二姐二姐夫多实在 也有啥就是啥 你还给我乱装 你欠钱咋那么多呢 什么玩意啊 哎 我今天来的正好 你不是 你来的不正好 家里没钱了 我是来还钱的 我从我叔叔审来 一共借了五次 一万七千块钱 来 这是两万 多出那三千算是利息 但是啊 也不够你们还债的 没关系 发挥我特长 我马上跟你们借钱 我能借多少 我就是多少 二宫啊 愣得啥 啥事啊 人家是来还钱的 你看你呢 赶紧跟人家说清楚呗 哪有这样对朋友的呀 哎呦 对对对对 嗨 二宫啊 来来来来 二狗子 我真没想到你 你还能是来还钱的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说二狗子 刚才大姐夫说的对 不是 我们以为你是来借钱的 所以说给你演了一出戏 行了 二姐夫 别安慰我了 啊 债主我都看着了 债主也是 也是帮我们演的 那是群众演员 那是 你不信我咳嗽一声 啊 哎哎哎哎 干啥呢 干啥呢 钱还给不给了 给不给了 哎呀 你看你 行了 别演了 二狗子人家是来还钱的 改了 改了 什么改 人家人家二狗子 把这些年借我们家的钱 连本代息全还了 二狗子 哎 姐夫 过来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 我跟你说 这人呢 借钱的时候着急 还钱的时候更应该着急 你说是不是 是 但不有句老话吗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对了 你看 今天这钱我全还上了 是啊 全还上了 啊 一共五次吗 全还上了 对对对 不是你 你 全还了吧 全还了吗 五次吗 不是 五百 哪有五百次啊 就五次 哎呀 不是我 行了 行了 大姐夫 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说吧 你之前是不是跟大姐夫 还借过五百块钱 你忘了吗 哎呀 哎呀 我忘了 你说当初我说 我借钱是跟你写钱 你不要 不要 没有我就拉倒 这事没事 真就剩五百块钱了 来 拿着 哎呀 妈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起啊 哎呀 我下次注意啊 哈哈 对不起 谢谢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 你俩别客气了啊 二狗子来了啊 没别的啊 家里吃饭啊 对对对 大姐夫 哎 打你做饭去 我坐去 哎呀 今天我请客 咱们出去吃吃吃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 你说还你 哎呀 我把钱全还你们了 都没钱了 哎呀 哎哎哎哎 二狗子 这钱你可是还我爸妈的 这不能动啊 对 啊 大姐夫 有钱吧 哎 我有啊 你不是刚还了我五百吗 这是什么 这么多人五百差点 对 哎 大姐夫 哎 我不记着你说你还一百呢吗 对 我我我我我这还一百呀 六百够了 借我啊 行 哎呀 刚还了五百又借出去六百 你知道什么事儿